大家好,我是布典,我现在到了海口的那个秀英炮塔这边 你看我在市中心 旁边全都是高楼 在市中心里面,我贴个地图给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边写的那个,这边 秀英炮塔建于1891年 其实是在1883年的时候就已经 在打算建这个炮塔 然后好像大概是在1884年左右吧 还1885年完成的 而且这些炮塔全部都朝北 你知道,大概是,对啊,基本上是朝北的方向 炮塔下面是清朝时期 炮塔的上面那些建筑物 屋顶啊,防空应该是防空的bunker吧 日本侵略的时候怕被那个飞机轰炸 民国政府补墙上去了 这是最高,这高点 下面就是海口,下面就是海岸 如果没有这些建筑物的话 估计就直接一望到底看到海那样的 我看那个资料上说 是德国做的炮 口径0.15米,射程8公里 包含暗示向导,弹药库,冰房,隐约埋日地下 那个地道,应该是通到别的 应该是从下面通往各个bunker 这个壁不知道是新盖还是原本就有了 等一下问一下我们工作的人 看起来好像是挺老的 不过这种石头海南到处都是 所以有可能是新盖了 这个炮大 口径0.2米,射程10公里 比刚刚那个还大 一靠近这边感觉突然气温就掉下来了 哇,这边还有个蓄水池 干嘛用的?他们说是给炮台降温用的 最近海南天气就一直下雨 也不知道怎么样,进入到雨季 反正就基本上每天都在下 不是下一天,也就是下半天 这个炮台叫龚北炮台 我发现它口径越来越大 它现在变得因为0.15米 然后0.2米,现在变得0.24米 射程也越来越远 现在这个到15公里去了 这种的震动台炮塔 不过这一只缺炮管 不知道在哪 哦,故意把炮管拿掉了 目的这方面有个更方便 观看到炮池 那些人有布局情况 看下下面好像都通的 好多透气口 它每一个炮台下面都有 都有路口可以进去 火把进去看看 进去吧,进去看一下 被咬不咬 不行我还是后悔 那个蚊子太多了 你看炮台在上面 下面就是那个 那个防坑洞的那个隧道 发现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 就当时都在战争情况下 这个门面装潢还不能少 你看那边写 大清光旭17年 如果是我 我在战争情况下 我可能就不太会搞这些 这些你懂的啦 Decoration可能就 skip掉了 就不需要了 你知道 可能就全部都是砖雷起来 一圈 然后可能挂个牌子就算了 木木头做 有点恐怖哎 你听要吗 我不进 这里是 影房 还有 好潮哦 感觉住里面不是很健康 这边有个博物馆 这就是那个秀音炮塔的平面图 总共就5个炮 嗯 里面写李鸿章 代表清政府购买总共有6793门大炮 一直没有开过炮 是一直到1939年春天 日本侵略才开了第一炮 三十余烧日军船50飞机 配合一下 打国民党 哦 这是日军侵占并破坏秀音炮台 仁安我们看到的炮台是仿制品 当时的炮台已经被摧毁掉了 所以在秀音炮台在1999年 对外开放的时候经营不散 还在2006年闭馆过 最后又重新2013年重新开放 看原来的样子 我老觉得这个墙好像是 当时就建好了 那还有之前还有门被封起来了 因为他有对应该是当时对吧 肯定当时就有 你看那边还有bunker 只是不同年代 你看 不同年代的修复 当年的瓦 你看那个树都已经长成这样了 这应该就是 最真实 当时的 建材 那一块红砖压在树根上面 所以这应该是后面补上去 修复补上去 应该吧 还有水泥的痕迹嘛 不对哦 也有可能树从缝隙里面长把它崩开了 我绕了一圈 其实它都朝北面 它的它的攻击地只能往北 那如果你从 假设了东西或南边 抢过来的话 那 很容易就被占领掉 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那个 希特勒盖那个防空塔在Berlin 那个塔 根本打不下来 最后整个占领掉了炸也炸不夸 倒了一半但没倒完 全体好 请问一下 它那个城墙外围 那个城墙是人本就有 还是后期修的 以前也是有了 这后期修复了 外面那个黑色那个围墙 以前一张这个行牙的 海里都在下面 叫你高兴